比利亚人 闲于帖撒罗尼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阿们 我的灵魂啊 你要修建教会 我的灵魂啊 你要修建教会 我的灵魂啊 你要修建教会 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十五章 一节到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 一节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开始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 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阿们 爱朋友的灵魂 这是今天的主要讲的内容 我们为了见证话语的监督 也为了领受话语 到我们的灵魂 一起祷告吧 我们为了领受估订阅 我们为了领受估订阅 父上帝 在今天这宝贵的圣日里 我们愿意领受你的话语 求你帮助释放话语的你的仆人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大能来释放话语 也求你帮助领受话语的每一个灵魂 让他们靠着圣灵的帮助 来领受担当上帝赐给他们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爱朋友的灵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讲章 开始 上帝是农夫 他为了把成就在天上的旨意 照样成就在地上 而把儿子种在了世上 耶稣把自己比喻为葡萄树 以强调果子的重要性 枝子要想多结果子 就要结在葡萄树上 枝子若不结在葡萄树上 就不会有果子 只能枯死 主所要的果子就是灵魂 因此我们要多培养门徒 使上帝得到荣光 若没有果子 上帝就会捡去那枝子 葡萄树要满足农夫的期待 我们的信仰也要满足主的期待 如同他因成就上帝的旨意 而得到荣光一样 耶稣的门徒遵守耶稣的诫命 而遵守耶稣诫命的人 住在耶稣的爱里 享受耶稣的喜乐 拯救灵魂的传道者 不是孤单的 由上帝与他同工 由儿子提供支业 由圣灵运行 基督的做工 是按照上帝的旨意 门徒的信仰 是按照耶稣的旨意 耶稣的诫命 就是拯救灵魂 不拯救灵魂 就等于违背诫命 上帝喜悦拯救灵魂 并因此得荣光 我们要结出丰盛的果子 以享受信仰的喜乐 让我们拯救灵魂 为此需要提供我们的信 而我们的信在于恩典于真理 让我们以恩典于真理 拯救朋友的灵魂 阿们 我们是上帝栽种的 葡萄树上的枝子 耶稣基督 他作为葡萄树 他作为葡萄树 养育着我们 我们的主 是真正的葡萄树 也葡萄树 跟真正的葡萄树 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 葡萄树 真正的葡萄树 需要好好地栽培 才能将这葡萄树的本质显出来 栽培葡萄树的农夫 需要精心 需要 好 极其 关注这葡萄树 为葡萄树 提供自己的爱 提供自己的热情 自己的真心 没有哪个农夫 会随随便便地对待 自己所栽培的果树 为了果树能够健康地成长 需要 帮助葡萄树 胜过一些自然的灾害 或者是害虫的攻击 牲畜的攻击 或者是鸟 还需要 为葡萄树什么搭棚 或者为了让葡萄树 能够吸收阳光 营养 要给它提供肥料 还需要 最重要的就是 要浇水 就是这样的 付出热情 付出爱心的 来栽培葡萄树 最终才能得到 丰盛的果实 这是农夫的期待 而果树呢 接受农夫提供的 这所有的条件 好好地去成长 从根部 吸收养分 吸收水分 努力地吸收水分 提供给 芝子 就这样的 健康的成长 所以农夫 所以这个 果树 也不能偷懒 也要很努力 也要尽心地 去成长 所以跟农夫 的心是一样的 跟农夫一样的 付出真心 付出真爱 付出努力 而我们每一个 圣徒 都在 都在与主 与主连接在一起 是一棵树上的 枝子 我们作为同一个 身体 接受主的带领 去做工 最终 结出果子 这个果子 是为了 提供给农夫的 葡萄树 为了结果子 刚才我也说过 它带有 跟农夫一样的心 一样的盼望 很努力地 为了结果子 而付出 那么作为枝子 也要跟果树 一样 跟农夫 拥有一样的心 一样的努力 葡萄树的枝子中 有的结果子 有的却不结果子 有的枝子 又长出新的枝子 不是说 果树的枝子 越多越好 因为如果 不结果子的枝子 只会浪费着枝叶 枝子 有的结果子 有的不结果子 两者相差很远 有的结很多的果子 丰盛的果子 有的却一个也不结 如果看到 枝子不结果子 那么农夫会 会知道 这个枝子是不会结果子的 再怎么等候它 它也不会结果子 所以农夫要赶快把它剪掉 要赶快把这样的枝子 剪掉 只有这样 这个枝叶 营养才不会浪费 才可以 供应给其他的枝子 让其他的枝子 更好的结果子 只有这样 才不会让农夫的努力 就是不会让农夫 白费力气 所以必须要把那些 不结果子的枝子 剪掉 经商说 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就是这个话语 要把它剪掉 修理干净 如果拿我们教会来做比较 不是说要把人 剪掉 就是说 我们人 我们呢 如果不结果子 我们需要赶快的改变 要发生变化才行 要改变才行 我们需要变化 需要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 一信了耶稣以后 就认识主 就被圣灵充满 就已经做好了 作为信徒该尽的本分 没有这样的人 也没有人说 重生以后 彻底的 扔掉了 过去的那一切 还有 控制住了肉体的情欲 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人从第一天 信耶稣的第一天开始 或者是来教会的第一天开始 就已经做好了所谓的准备 我们从重生的那一天起 从此以后 我们需要修理自己 不断地去努力地改变自己 这样才能结出好果子 这样去做 不是为了什么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而是为了满足果树和农夫的期待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修理干净 作为一个枝子 我们应该不断地改变自己 使自己好好地成长 结出丰盛的果子 当这样做的时候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地修理好了 那么就可以使这棵树成为非常优秀的树 那么从根部提供上来的这个枝叶 就不会浪费 会通过我们都结出好的果子 我们作为教会 作为葡萄树 有我们要担当的事 教会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传道拯救灵魂 使教会成长 这是传福音的核心 也是我们教会要做的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去传福音 把灵魂带到教会 但不是到此为止 不是就仅做这些就行了 我们通过传道 把灵魂带到了教会 不是说行了 从此以后你自己看着办吧 而是从那一天开始 就应该好好地去养育这个灵魂 让这个灵魂成为一个干净的枝子 我们需要去帮助它 养育它 所以当一个灵魂来到教会 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帮助它 让它成为一个能结果子的好枝子 就这样一代接一代 去担当好上帝给教会的使命 这样不断地结出果子 凡是进到我们教会的人 那都是上帝所呼召的人 都是要参与天国的人 从它进入教会的那刻起 它就成了我们的弟兄姊妹 成了我们的同工 所以我们要 不是仅仅要给他们传道 还要养育他们 当我们去传道的时候 不是仅仅给自己所爱的人传道 而是给所有人传道 当然如果家人当中 有还不信耶稣的 亲戚当中有还不信的 我们需要赶快地为他们传福音 这是应该做的 应该赶快地去拯救他们 但除此以外 即使不是我所爱的人 跟我没有关系的人 我们也应该有责任感地去 拯救他们的灵魂 去给他们传福音 我们最初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还是上帝的仇敌 还是上帝的仇敌 所以我们也要去给他人传道 哪怕是自己所不关心的人 一开始 我们不可能就去爱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还要去拯救他们的灵魂 然后呢 再去把我们的爱提供给这灵魂 我们这样的去爱灵魂 这是第一是出于上帝的诫命 但不仅是上帝的诫命 而且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吩咐 因为是诫命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 但不仅如此 我们所爱的主 他还如此地嘱咐我们 因为有主的嘱咐 有主这样吩咐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去做 我们也要去拯救灵魂 我们去传道 去拯救的灵魂 他也要让他成为主的门徒 成为主的朋友 这是我们要做的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朋友这一点 因为朋友这个概念 跟圣经里面所说的朋友 好像有一点不同 我们就现代社会 飞速发达的这个现代社会 当中我们所想的 这个朋友的概念 跟圣经里面所说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的文化圈里面 所讲的朋友 是不一样的 有些出入 所以我给大家简单地概括一下 在犹太社会当中的朋友 或者古代社会里面的 那个朋友的概念呢 是什么呢 那个朋友的概念 比我们现在所想的 这个朋友的这个概念呢 更紧密 更高贵 在韩国 如果说朋友 我找了一下字典 字典上说 词典上说 就是交往很久的人 字典上的 第一个解释 就是交往很久的人 我又查了一下 英语词典 那里面的朋友的概念 是什么呢 我很了解 并且很喜欢的人 我很了解 并且很喜欢的人 在韩国 在韩国 朋友也就是 认识很久的人 认识很久的人 哪怕这个人 并不是我那么喜欢的 总是让我头疼 但他总是在我周围 总是在我身边 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这样的人是朋友 好像就是更注重的 这个朋友的概念 更注重的是时间 时间就是 很久 认识很久 而在外国 在一些其他国家的文化圈里面 这个朋友呢 重视的不是这个时间的概念 而是感性上的 我要喜欢他 我要了解他 认识他 还要喜欢他 强调的不是认识多久 而是这个里面 心里面的这个感觉很重要 这跟我们韩国人的概念不一样 韩国人所知道的这个朋友 一般就是认识很 认识很久的人 在外国呢 很多是指着 朋友是指着感情方面的心与心相通 还有朋友 这个该关于朋友 以前古代的一个希腊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他说过真正的朋友 是一个灵魂 孕育在两个躯体里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虽然按照我们的信仰来说 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但他要强调的 亚里士多德 他要强调的朋友 就是如此亲切的 如此紧密的关系 能够甚至连灵魂都可以分享 朋友的关系是 甚至连灵魂都可以分享 对他来说 朋友是这样的概念 应该不仅他一个人这么想吧 他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家 那说明当时的时代 他可以代表当时时代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人 在那个时代 朋友原来是指着如此亲密的关系 还有 我看到在有的教会呢 特别是在天主教 师又婴儿洗 那么给婴儿师洗的时候 会有父母参加 而在旁边有 有一个不是他的父母 不是孩子的父母 而是义父 在这个礼拜当中 这个义父也在那里 我想这义父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能够有这个资格 参加这个孩子的洗礼呢 我就问了旁边的英国人 这个义父他是什么人呢 他们给我解释的是 这个要受洗礼的孩子 的父母的最亲的朋友 如果父母因为什么事情 提早去世 那么这个义父就有义务抚养这个孩子 就是能够代替父亲的人 这个人是父母的朋友 最亲密的朋友 可见朋友这个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在那个社会里面 这个朋友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 在英国社会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总之这里的朋友关系 还有犹太 犹太脚里面的这个朋友的关系 跟我们所想的朋友的关系 完全不一样 在新约圣经里面 也可以看到 朋友 朋友 Phylos 这个词 就是最爱的人 亲爱的人 要有朋友呢 要有爱的关系 朋友不是指认识很久的人 而是指所爱的人 用爱连接在一起的关系 通过圣经里面的经文 我们也可以知道 朋友这个关系是怎样的 有几处经文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 我们向上帝祷告 为了说明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应该恳求 那个时候 怎么比喻的呢 说这个恳求 如果恳求甚至 比朋友的 比朋友 向朋友 求的力量更强大 就是说朋友帮助你 哪怕是朋友 他也有可能 拒绝你 但是如果你恳求的话 谁也没有办法 拒绝 你情词迫切的求 就是说 朋友已经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了 即使是朋友 因为他是 即使朋友不给你 但是如果你情词迫切的求 他还会给你 这里在说明是要 情词迫切的求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 朋友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是你可以依靠 可以去求到关系 还有一处经文 说 有一个人 耶稣 对请客 请他的人说 你摆设言习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和富足的连设 这个时候先提到的是朋友 还有一处经文 说有一个人 请朋友 连设来 作息 因为他找到了 失去的羊 还有一个女人 他找到了丢掉的钱 也是首先想到的是朋友 跟朋友一起欢喜 在就是浪子的比喻当中 那里可以看到 那个大儿子说 父亲 那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一只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呢 就是朋友是 这么重要的关系 有什么喜事 好事 当然要跟朋友一起分享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 他们是这样的想法 还有 有人 攻击主 他们攻击主 说什么呢 人子来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可能主 只是跟他们一起吃了饭 但是人们却攻击他 说你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这样的攻击他 非常 就是过分地去攻击他 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意思就是说 他是爱税吏 爱罪人的 还有 在约翰福音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朋友的关系更亲密 更亲密 更特别 那你说什么呢 那是约翰指着耶稣所说 关于约翰和耶稣的内容 约翰说 他的心情是什么呢 娶新妇的是新郎 娶新妇的是新郎 新郎要开始他的人生了 他长大成家了 他娶了新娘 要开始新的人生 所以该有多么高兴 而新郎的朋友 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 看到新郎那么高兴 新郎的朋友也非常的喜乐 明明是朋友结婚 但是他自己却非常的高兴 这里可以知道 这个朋友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到 而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 可以看到 朋友 这里讲主的门徒们和主在一起 主呼召了他的门徒们 只有少数的十几个门徒 聚在一起 这是一个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小组 在当时的社会 阶级是非常分明的 所以门徒们会称主是拉比 或者主 主 或者是夫子 拉比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明显地去分开的 没有谁敢随便地称呼主 因为身份上是这样的 特别是门徒们更不能这样 但主突然对他们说什么呢 你们是我的朋友 主说 能够为朋友舍己 能够朋友舍己 这是非常难得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是我的命令 如果你们遵行这吩咐 就是我的朋友 为什么 以后我们不再是主仆关系 因为你们认识我 知道我 你们知道我的心 你们 我也把我从父奶里所听见的 都告诉你们了 所以我们不再是主仆关系 而是朋友 朋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约翰在后来 上了年纪以后 他又说什么呢 主 舍命 难道只是为了当初的 聚在一起的那十几个门徒吗 弟兄们 也就是指当时的教会 你们也包括在内的 不是仅仅指这十一十二个门徒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因着主而得到生命的人 蒙主 拯救的人 成为朋友的 成为一体的我们每一个人 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主为我们舍命 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主不是仅仅为那十二个门徒舍命 也是为了大家 你们也都是主的门徒 你们也都是在那里 包括在那十二门徒里面 拯救灵魂 那是得救的证据 成为天国 属天国的人的证据 作为属天国的人 很正常 很自然 应该去拯救灵魂 而得救的灵魂 我们要去爱它 这是新诫命 这不仅是出于诫命 也是 也是我们主动的 因为我们认识了主 知道了主的心 所以我们主动的这样去做 我们向主显明我们的心 我们得到了主为我们舍命的那大爱 并且我们也知道了 主的心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愿意这样的去纪念主的爱 将这爱显出来 去爱灵魂 这是新诫命 当然这个诫命不能违背 但不仅因为这是诫命 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吩咐 因为主吩咐我们了 所以我们去爱灵魂 作为一个蒙受恩典的人 我们应该遵守主的诫命 同时作为主的朋友 我们应该去 去顺从主的吩咐 我们不要仅仅把它 把去爱灵魂当作诫命 不要仅仅想这是诫命 啊 我要遵守这个诫命 这样我才能结果子 我才能怎样 不要仅仅想我 不要仅仅为了我 我们不是仅仅为了 遵守诫命而去做 而是出于爱 因为这是爱主的机会 我们教会是一个大型教会 我们因着圣徒们的努力 而这样的成长 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很多很努力去拯救灵魂 去传道拯救灵魂的人 因着他们所以 结出很多的果实 为了拯救灵魂 需要付出何等的 何等的努力 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 有一些人 虽然 不多的人 就在我们生徒当中 他们虽然占少数 但是呢 却真的是非常努力的 非常努力的去 传道拯救灵魂 我打心底里去尊敬 尊敬他们 他们有上帝给他们的恩赐 有上帝给他们的恩赐 所以我也因着上帝赐给他们这样的恩赐而感谢 而除了这样的去拯救灵魂 这个部分 还有一部分需要我们担当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灵魂培养成很成熟的主的门徒 要让灵魂 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都不受试探 不为难教会 不被魔鬼欺骗 不被魔鬼所欺骗的 这样的圣徒 要让 所拯救的灵魂都成为这样的圣徒 要让灵魂能够拥有现实的信仰 成为这样的圣徒 我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圣徒都是这样的 希望每一个人不要仅仅想着 我自己结果子 而是能够为了主的教会而付出爱心 结出 不是仅仅结出果子 而是结出丰盛的美好的果子 希望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成为这样的 成为这样的侄子 上帝常常把以色列比喻成葡萄树 这是犹太思想里面有的 但旧约的以色列 没有满足上帝的期待 结出好的果子 而是成了野葡萄树 令上帝大大失望 所以上帝说什么 我在这么好肥美的土地上 也去搭这个篱笆 然后又盖了什么楼 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作为农夫 我竭尽全力 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等候果实 但是你们呢 你们却成为了野葡萄 却成为了野葡萄树 结出了野葡萄 那么今后我要撤去这篱笆 把这个墙园也都拆了 我也不再修理枝子了 以色列 又大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吧 以赛亚书五章一节到七节的话语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 是我所爱着的歌 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 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刨挖园子 捡去石头 栽种上等的葡萄树 在园中盖了一座楼 又凿出压酒池 指望接好葡萄 反倒接了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 请你们现今 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指望接好葡萄 怎么到接了野葡萄呢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 我必撤去篱笆 使他被吞灭 拆毁墙园 使他被践踏 我必使他荒废 不再修理 不再除袍 荆棘吉里道要生长 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 万钧之耶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道有暴虐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道有冤生 谁知道有冤生 如此的抱怨不满 上帝通过犹大 以色列所栽种的葡萄树 失败了 他们并没有接触好的葡萄 他们的心 他们远离上帝 都是按照自己的私欲 他们因为是 活在这个诫命下面 总是勉强 很牵强地去做工 如果没有满足他们 他们就会抱怨 他们一直这样活着 一直随着肉身的情欲 活着 总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 结果就变成了叶葡萄树 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上帝 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要改变这种情况 祂使我们成为了真正的葡萄树 祂让我们做到了 以色列所做不到的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了上帝 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心 有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 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不会失败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还失败的话 那就无话可说了 这世上有很多的树 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树 而我们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 葡萄树 也就是主 我们要跟葡萄树和农夫的心意一致 不然的话 作为葡萄树的枝子 又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不结果子 葡萄树 葡萄树 跟其他的树有一些不同 其他的树 可以把它砍了 把那个树干 用来做 什么房子的冬粮啊 或者是做什么 葡萄树呢 是很细的 没有办法用在其他的地方 如果不结果子的话 葡萄树真的没有其他的用处 用不在别的地方 如果这葡萄树又被烧了 那更没地方可用 更没有用 可用之处了 以西节书 十五章一节到五节那里说 耶华的话林道我说 人子啊 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 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 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 可以用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 看呢 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 火即烧了两头 中间也被烧了 还有异于功用吗 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 何况被火烧坏 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 葡萄树在完全的时候 如果没有结出果子 那么被烧了 还有什么用呢 那就它在 它在还是活着的时候 都没有用处 那么这样的被烧了 还有什么用 更没有用处 但我们与以色列不同 我们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不会失败 所以我们要更努力地去拯救灵魂 养育灵魂 努力地去成长 我们要结出更美好的果实 培养出更多的好的果子 好的门徒 放到我们的主面前 我们不是勉强地去做 而是知道主的心 因为知道主的心 为了主的吩咐而活出命的人 我们要这样的来到主面前 讨主喜悦 我们不要试图通过教会来得到自己的利益 而是更充分地去爱主 要蒙主关心 让主称我们为朋友 我们要做主真正的朋友 让上帝看到我们 忍不住要爱我们 要关心我们 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这样的门徒吧 这一时间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主以我们为门徒 叫我们做祂的侄子 那我们就要有诚实的信仰 纯洁的信仰 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结出更丰盛的果子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为此祷告吧 主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 我们有想让我们带来要赞啊 主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的心思 我们有先的思想 我们身形 逃得不着急地上升 我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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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上帝啊 不仅是上帝的命令 还有上帝心里所想的 所吩咐的 让我们都能以明白 能以去顺从 让我们不要做一般的信徒 还是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朋友 让我们教会更努力的去 传道拯救灵魂 也让我们更好的去 爱灵魂 将只子修理干净 从而将好果子 归给我们的父 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赞美 祝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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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祝福祷告 祝福祷告 呼喚의 모든 덜 길렀으니 십자가 분명 일어나도다 너희의 힘을 하나로 뭉쳐서 최악의 쇠사슬을 끊어라 그은 권세 주게 있으니 그은 권세 주게 있으니 너는 가서 주의 복음 전하라 주가 너 항상 지키리라 온천하마 민승리의 그날을 영광과 찬송 주게 드리네 속죄함이 뭐 구원 받았으니 기쁘게 할렐루야 고르세 그은 권세 주게 있으니 그은 권세 주게 있으니 너는 가서 주의 복음 전하라 너 항상 지키리라 이제는 우리 지키리라 如今,願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赋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与一同献上礼拜的 所有圣乐人 比利亚人 和大家的灵魂 家庭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